中国600万只野鸡泛滥成灾 直接上演激烈人机大战 震撼一幕欧美28国全傻眼了 去年美国鲤鱼、澳洲红蟹、德国小龙虾泛滥的时候 无处不在的中国网民总是自我调侃 这么美味的玩意儿还能泛滥 放到中国来我们能把它吃成边微物种 但这么能吃的14亿吃货们 为什么自家多到影响农作物种植的东北野鸡毫无办法呢 我们常说的野鸡 学名其实叫质鸡 相比于农村家养鸡 质鸡的体型小了一圈 但尾巴却比一般的家养雄鸡要长上许多 质鸡尾羽长度和成人手臂差不多 质鸡的羽毛色彩也非常艳丽 腹部的羽毛主要是由红褐色和零散的黑、黄、白三色组成 是由富贵的绿色妆点、全身色彩斑斓 羽翼更是闪耀着金属的光芒 不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 质鸡的肉质紧实 但不柴、肉汁丰富且鲜嫩 蛋白质含量更是普通家禽的两倍有余 相貌华丽、形似孔雀 做成炒菜能成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所以在古时候 质鸡可是比黄金珠翠还要有牌面的送礼家物 那这处处皆上品的天物 为何令食客们谈之色变呢? 吃一只判一年 这是爱琢磨野味的石友恨不得刻在脑门上的名言警句 2018年刚开年 被告人匡某某在自家房屋前后的山坡上下 两次下放从集市上购买的捕捉笼 两次共抓到野鸡四只 随后 邝某某便将抓到的野鸡分餐食用 邝某某捕捉杀害的野鸡 经林业部门鉴定 为白官常委制 是置鸡的一种 最后 邝某某被判处罚款三万元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登报向社会公众道歉 犯下此类案件的远不止邝某某一人 2016年12月26日 河南省信阳市西县林某平 祝某新 蔡某建三人非法捕猎野鸡 36只 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 不光吃炙鸡要被抓备罚 捕捉运输 售卖炙鸡都会被判处刑期 且需缴纳罚款 这时候的你肯定满脑子的疑惑 炙鸡都泛滥成灾 为何还会有这么严格的保护制度呢 早在十世纪 世界上就已经有了关于炙鸡的史料记载 炙鸡可以说是非常古老的动物了 炙鸡主要生活在 秋陵 农田 沼泽 草地 等海拔较低的地方 海拔1200米的地区 看见炙鸡不是件难事 在我国四川和秦岭地区 相对于炙鸡较高的2000至3000米地区 也能看见它们的身影 种族多道需要向本不适宜的 七夕地居住 足以见的炙鸡的种群数量 是非常丰富的了 但炙鸡的种群数量 并不是一直稳定的 在1950年之前 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还没有达到现在这个高度 想要吃饱吃好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经过战争和饥荒的人们 最快改善生活水平的方式 就是上山打猎 这个时候 民间对于炙鸡的捕捉行动 是非常泛滥的 那个年代人都难活下去 就不要谈什么动物保护了 为了能有口昏腥 多小的炙鸡都能成为 人们的盘中餐 在这个阶段 原本充裕的炙鸡种群大幅减少 达到种群数量的危险边缘 随后 中国社会数次变革 居民们的生活质量 得到大幅度提升 原以为大家都能吃饱肚子 对炙鸡的捕捉 也会减少或停止 哪知一堆人为了追求野味 花重金都要请人抓捕 传说中的美味 炙鸡的数量又变少了 前一轮捕捉受损的 种群数量还没得到恢复 抓不到成年炙鸡 时刻们对于幼年炙鸡更为推崇 后来连幼崽都看不见几只了 人们又对炙鸡的蛋打起了注意 炙鸡在繁衍时 求偶的叫声清脆响亮 有经验的猎人500米开外 都能听听炙鸡的鸣叫 且炙鸡唯一雄多词的繁衍结构 一旦发现一个炙鸡巢 也就意味着 这附近还有很多炙鸡筑巢 同时 由于炙鸡的巢穴 多搭在草丛中 树根旁 卖地里想要掏制鸡蛋 简直不费吹灰之力 这一轮吃鸟又掏蛋的段子绝孙行径 直接让炙鸡的种群数量直奔灭绝边缘 为了保护炙鸡 炙鸡全部的中国亚种 都在2000年8月1日 被列入了国家保护 陆生野生动物名录 这下 炙鸡从人人盯着看的香波波 变成了人人还是盯着看 却不敢动的香波波了 幸存下来的炙鸡们 也终于喘得了一口气 能专心地开始生孩子了 别人差点灭绝了 禁止食用不是很合理吗 时间是改变一切的良方 23年过去了 炙鸡可不再是当年 差点成为历史的炙鸡了 炙鸡虽被大力围剿过几十年 但炙鸡的繁衍能力可不容小觑 每年的3至7月 都是炙鸡的交配时间 一次产卵最多可达22枚 最早在4月末就能看见出入世界的小炙鸡破壳而出 长达5个月的交配时间 异熊多瓷的高效交配机制 最大22枚的产卵记录 加上人类活动增加 大型肉食动物减少 繁殖快 天敌少 四处都可安家的炙鸡种群的恢复速度 不是稳定增长 而是乘起和被蹭蹭蹭地往上涨 据不完全统计 全球炙鸡的成熟个体预计为16亿至22亿之间 炙鸡崛起 就在一瞬之间 不能捕捉杀害量行重 罚款高 数量庞大的保护动物 炙鸡早就成为了农户们的心头大患 炙鸡的体型虽小 但禽类的特点就是直肠子 吃完就拉 一次吃的量虽少 但吃的次数多 吃的速度快 一天下来 消耗的粮食也是非常多的 再加上前文说的炙鸡种群的繁衍速度快 天敌少 仅靠自然产出的粮食 已经远远不够炙鸡消耗 没有吃的 炙鸡就会攻击农户们的庄稼 国家虽然会对自然动物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但事故的责任定性难度大 农户想要证明 自家的天地是因为炙鸡抢食减产的难度非常高 但又不能对定则规定进行放松 不然钻法律空子 贪国家财产的人就会变多 所以现在大多数农户只能想办法对炙鸡进行恐吓驱赶 但收效甚为 加之炙鸡的活动范围与人类的生活范围高度重合 想要找到一块没有炙鸡的净土种地 简直就是一异想天开 这时候 法律的滞后性就为生产农户带来了不可避免的损失 当初宾威的炙鸡想要进入保护名路 需要专家们上山入田 细致登记调查质鸡的实际种群数量 认真论证是否有必要消费国家资源来对质鸡进行保护 如今种群恢复 想要将质鸡移除保护名路 也需要经过大量的前期调查 质鸡的实际情况与法律描述的情况相违背 这是无法避免的法律滞后 每年国家都会对保护动物名路进行更新 希望大家踊跃现言 多多在相关渠道留言 你所知道的质鸡种群数量的现有情况 争取早日恢复质鸡的正确位置 保护生产农户的财产 让国内质鸡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得到有效的缓解 在短短50年的时间里 英国的野鸡数量从1970年的400万只达到2020年6000万只 足足翻了15倍 数量庞大的野鸡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他们成群结队无恶不作 据调查 英国已经有至少十几种昆虫 由于被野鸡捕食导致濒临灭绝 而受灾的还不只是昆虫 大规模的野鸡无所顾忌地在公路上乱窜 极容易遮挡驾驶车辆的人的视野 从而引发交通事故 2020年 英国对野鸡的泛滥再也忍无可忍 直接将野鸡列为了危害本土野生动物名路 甚至用金钱来奖励那些猎杀野鸡的人 但野鸡本就极难狩猎 如今又早已不是那个娱乐匮乏的时代 多数人即使狩猎也只不过是休息时间的调剂 再加上野鸡经常出现的地方都比较偏远 就算获得了猎杀 野鸡的奖励 弄不好还要赔钱 这一政策也是收效甚微 事实上野鸡数量的激增 反映出我国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成绩 然而任何生物种群的过度增长 都可能打破生态平衡 影响到其他物种乃至人类自身的生活 如何平衡野生动物保护与人类活动之间的冲突 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在此背景下 我们更应牢记法律的存在 避免为了一时的私利而铤而走险 野生动物的保护法仍在严格执行 任何违法行为都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从濒临灭绝到泛滥成灾 野鸡的命运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 共同进退的关系 在未来 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 以确保野生动物与人类和谐共存 共同维护地球这个宝贵的家园 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实践